熱辣辣新鮮出爐的彈撻是否很吸引呢? 以後乘飛機都有彈撻食啦 疫情拜拜,大家都四處飛 國泰為各位旅途更愉快 將飛機餐的餐牌改頭換面 加入了更多香港的特色美食 包括這個曲奇皮彈撻 無論你坐頭等、商務還是經濟艙 長途機還是短途機都有得食 講下這個空中彈撻與一般陸地彈撻有何分別 原來這個空中彈撻的彈漿與水的比例 經過特別調配 國泰花了9個月才研發成功 這麼厲害,我們先試試它 曲奇皮是鬆脆的 不過彈漿就似乎... 甜了一點 廚師說,當我們飛到上高空時 味覺會比較鈍 所以一般飛機餐的味道都會比較濃 曲奇皮彈撻還是酥皮彈撻好吃 從來都是香港人的一大爭議 為何國泰今次選曲奇皮呢? 廚師就解釋 由於飛機在高空時氣壓會不同了 酥皮容易鬆散 要多些時間再研究 支持酥皮的粉絲就要等多一會 除了彈撻 國泰亦推出其他新款的港式食品 包括麥恩世家的雲吞麵 和蝦干海味肉餅煲仔飯 不過這兩款就只提供給商務艙的乘客 原來飛機餐都可以這麼豐富 眾恩行雞卷? 不料不料 我聽說 好 感谢观看